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Linux操作系统的第九讲 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在Shield命令中的一些特殊制服 有通配服,通配一个,单个,通配任一个,通配某个范围 有执行一条多条命令的分号,还有输出重递项,以及我们的管道服的一个使用 那么有了这些特殊制服使得我们在进行Shield命令的使用的时候呢 变得非常的灵活 好,然后呢,这一讲呢,我们将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在使用Shield命令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获得联机帮助 如何进行一些历史记录命令,清评,这样的一些使用 首先是联机帮助 那么我们知道Shield命令,在Linux系统上,Shield的命令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在课程中介绍的都是一些常用的命令 那么那么多的命令 不可能每个命令大家都记得住 对吧,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些命令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帮助来解决我们的使用问题 那么在Linux系统中,它已经为我们设计的非常好了 它针对每一个命令都有联机帮助 我们可以通过MAD这个命令 加上命令名来获得这个命令的一个帮助 或者是通过MAD加上-K选项 然后给上一个关键字 来获得与这个关键字相关的一些帮助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到我帮图这个系统里面来 我们进入命令窗口 我们用WJ登录 如果我想查看,比如说我们的LS这个命令 我们之前用过 对吧,我们用的是刚刚L选项,以长格式显示 那如果我想知道它更多的一节帮助 那么我用MADLS 大家可以看 看到没有,它就会进入到这个帮助里面来 那这个帮助里面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这个帮助手上写得非常详细 第一个,用户命令,LS 它有在命令名,LS 全名是List,显示目录内容 对吧,然后呢,它的语法,LS可以加选项,加文件什么什么 然后呢,Description的描述,LS是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列出信息,文件信息 对吧,浪前目录文件信息 而且它还可以排序,对吧 然后下面就会列出它的选项 你看它有很多选项 -A可以显示什么 不会忽略一些隐藏文件 就是显示所有文件 大A选项 对吧,大A选项和小A选项是不一样的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你看还有我们用后面用到的 空格,就会翻下一页 不管空格就是翻下一页 那后面会用到的这个什么 我们刚才我们用到了什么 -L,对吧 然后呢,它有-F 大F,小F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 大F,小F 不一样的 然后呢,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按F 在这帮手里面按F 它也是向前翻页 按B,回翻 像放到前一页 按B又回翻,对吧 按F就向下翻 你看这里面就有我们用到的 刚L 对吧,显示长格式 大L不一样 对吧,小L大L 按空格也是往后翻 对吧,按空格也是往后翻 然后除了按空格,按这个 B和F,它还支持什么 它还支持,比如说Q你可以退出 按Enter可以翻行 那还可以进行你查找一些关键字 查找符合你指定的关键字的信息 而是它到下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帮助手册的一个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按回车 你看它就以行一行的显示 S排序 对吧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查找 比如说我想查找一下-L 你看 它就会定位到-L 对吧 相应的一些关键字-L的关键字地方 对吧 然后你,你,你就可以看得到 啊,可以看得到 这么多 你看这里这么多 对吧 然后如果你想要查找下一个呢 你就按N 再按N,再按N 对吧,一直它就会查找到最后 如果你想退出呢 你就按Q 退出了 它就回到命令提示符了 对吧 看到了吧 啊 所以这就是MAM帮助手册 它非常的有用啊 比如说我们还想要看一下MAM 这个CD 对吧 这个命令 啊 好 PWD 命令 MAM帮手册 你看又出来了吧 啊 而且它还可以给你介绍这个命令 什么 它的作者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命令有bug 它会告诉你你bug提交到什么地方 对吧 还会有涉及到版权 选项 对吧 语法 啊 对吧 啊 你看这什么都有啊 啊 还有 see also 对吧 还会有一些例子 啊 啊 没有了 就可以退掉 对吧 但这就是我们的帮助手册啊 嗯 好 那除了帮助手册我们还要讲一个命令 非常有用 清屏 就是当我们在屏幕上操作了 我发现我屏幕已经很满了 我都看不清楚了 我可以用什么 我可以用clear 清掉 这样就回到清屏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命令非常有用 啊 那说完了我们的联机帮助MAT和我们的这个清屏命令 后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命令 非常有用 历史记录 啊 History 那么History这个命令呢 它是可以用来记录我们系统里面曾经所使用的历史命令 啊 History 那么默认它会记录到500条 啊 500条 可以最多记录到500条 那如果我用History呢 它可以查询出曾经使用过的命令 啊 然后如果History后面跟上一个数字呢 它就会查询 曾经使用的 最近的五条命令 啊 然后 后面这两个探号N呢 它是会执行 最近使用的第几条命令 啊 这个会执行最近使用的第一条命令 啊 最近使用的第一条 然后方向上键也是执行刚刚使用的这一条命令 啊 那我们可以在系统里面来演示一下 那这个地方我把系统清了平了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用History 大家看 它记录了500多 对吧 啊 500多 啊 那 那应该说现在最新的版本不止500条了 应该是1000条 啊 1000条 好了 然后你看我们最近使用到的啊 最近时候呢 就这四 这五个 一二三四五 对吧 都是我在用的 好 那如果我现在用History2 我们看一下 它会 什么 是不是显示最近的两个 一个History 一个History2 如果我们History6 那又会显示什么 我最近的 这三个和之前 最近的这六个 对吧 那如果我们用 什么 如果我用History 如果我用N 执行 执行最近的六条命令 我们看一下 太多了 执行最近的四条命令 我们看一下 好 它说 没有目录 CD 对吧 执行CD 对吧 最近的 啊 如果我要 执行上一条命令 你看 它又执行我刚才这条 对吧 没有文件或者目录 CD 对不对 啊 嗯 History History2 History6 听评啊 然后如果我用方线上键 你看 它又是执行的什么 CD 探号 看吧 对吧 说明我刚才执行的是CD探号 对吧 啊 那如果我是2呢 你看2还是执行什么 二它会执行LS跟L 对吧 也就是说它会执行我的历史记录的第二条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历史记录 嗯 我用一个分页可以看一下 看第一条是LS 第二条是LS跟L 看到没有 第四条是CD跟探号 所以它报错了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它是执行我们历史记录里面的第几条命令 对吧 这个探号N 看到了没有 啊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分页可以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这 第一条LS对吧 刚才我执行它的第二条 就执行是LS跟L 第四条是这个是错的 对吧 我们应该执行第五条 或者是第七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执行第七条 应该是打赢当前工作目录 执行第二条应该显示这个 对吧 我们再来试一下 退出啊 好 执行第二条 你看是不是LS-L执行的 然后再执行第七条 你看是不是打赢当前工作目录 对吧 方向上键会执行什么 上一条 我刚刚执行的这条命令 对不对 OK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到的 关于历史 历史记录命令 历史记录命令 那么历史记录命令 说完以后呢 那么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当然系统能够记录的这个历史记录 是可以去设置的 那么是要设置我们的一些配置文件 这个呢 在我们的基础片里面呢 我就不去多讲了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